今天我收到了一个威刚的U盘 这个U盘是前几天一名台湾的网友发给我的 刚刚收到现在还是新鲜的 他说在当地搞不了 想要我来尝试一下恢复里面的资料 实不相瞒 我很早之前就为全球的客户提供服务了 像近一点的有港澳台 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的 远一点的嘛 有欧美或者是澳大利亚那边的客户 我都有摸过 还有一些名字太长的 我确实想不起来了 越说越远了 继续回答正题 U盘看外观好像还是挺好的 都还没有拆过 我们连个电源看一下 U盘上电 这个电流还是能跑上来一点点的 我估计应该是这个U盘 在当地检查的时候 发现电脑不能识别 就直接选择退盘了 我们来上机看一下 它的芯片能不能读出来 U盘这边我插进去的时候 跟没有插一样啊 工具这边都没有读到这个ID 并且磁盘管理也没有出现 这个分区 只有当我迅速插进去 在拔出来的时候 左下角这里才会出现一个一闪而过的分区 直接把它拆出来看看吧 因为之前有过一些不好的经历 现在拆U盘 简直就像开盲盒一样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盘能给我带来的是惊喜还是惊吓 希望拆开以后不要是一坨牛屎 或者是报废的内存卡 还好啊 还是一个芯片 这是一个惠勇的3281主控配了一个Mb的美光颗粒 这个是美光的化线片 也就是报废的颗粒 这边我要重新给它短接上机看了一下 根据这个ID查询到的信息 这是一个美光的B27颗粒 原始坏块左边的13个 右边这里有一个是新增的坏块 我们直接把这个颗粒给它干下来吧 颗粒这边我已经连接上PC3000了 我们来读一下它的ID 颗粒ID这边虽然可以读出来 不过这一个设备上面并没有这一个颗粒ID 也就是说官方都还没有适配 因为它实在是太新了 那没关系 我们就来给它造一个参数 直接添加一个吧 这个参数要怎么加呢 我们直接打开这个开卡工具的参数 直接把这些参数复制到里面就算补全了 花了点时间 我已经把这一个参数给它添加好了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下 好的 这一边已经滤掉了 我们来预览一下这一个芯片 虽然不知道配置的对不对啊 但是还是得试一下的嘛 里面能读出一些内容 但是我估计大概率是没有解密的 这一个盘 如果在它的圆环上面找不到这一个解密的密钥 那这一个盘也就无解了 芯片读完以后 这一个U盘我已经来回研究了有大半天了 也并没有在上面找到对应的解密 这个盘今天是暂时解决不了了 让这名网友白白期待了 没错 我也跟当地师傅一样 遇到技术瓶颈了 这个只能后续再找几个B27的颗粒 贴上281BB这一个主控的U盘 来研究一下它的具体算法了 其实做芯片的资料恢复就跟做逆项差不多 你得按照芯片读出来的数据 然后再来反推达的算法以及解密方式 但是我并不担心会因此影响我后续的修复 毕竟现在的颗粒跟主控 随便来一个组合就是一个全新的系列 这就跟病毒一样容易变异 要想兼顾全部肯定是不太可能的 接着我们来看一个某响的硬盘 是不是这个品牌的 我也不知道啊 毕竟这是客户说的 上面的贴纸也没有啊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品牌 它的故障描述嘛 就是插入电脑没有反应 不能被识别到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的上电电流到底有多少 哎呦 上电直接0.5安大电流啊 我们来短接看一下这个电流能不能降下来 短接口应该是右上角这一个啊 还是一样啊 短接这一个电流也是0.5安的 这边我用热成像看了一下 是中间这里在发烫啊 这个温度都有一百度了 这是一个主控芯片啊 难道是主控瓜了 不管了 先把这一个发烫最严重的地方给它拆了 这是一个2259XT2的主控啊 属于比较新款的SATA主控了 这一个颗粒看起来也不像是正片了 上面应该是一层呱呱乐 我用指甲随便抠了一下 都能抠出这一个划痕啊 估计是解锁过的闪敌 我们现在给它换一个主控来试一下 有的网友可能会说 像这么新的主控 你有吗 当然有 而且还是带全新静电包装的2.5寸SATA主控板 我们现在要把这一个板子的主控拿下来当做供体 供体这一边我已经拿到了 但是先别急着干上去啊 我们还要再测量一下 它周围这些地方有没有短路 如果周围还存在短路的情况下 直接把这个新的主控干上去 肯定也会跟着一起挂掉的 这边有一个0.9V 应该是给主控供电的 已经成功产生了 但是 后面这两排电容 好像是没有电压的 不知道它是不是受限于这一个主控进行开关的 我们暂时先不管它 直接来量一下它对地有没有短路 第一路供电看起来 应该没有短路啊 再来看另一个 这一个看着也不像短路啊 不管了 先把它这一个主控干上来再说吧 主控干完 电流直接轻松跑上去 并且这一个电流也有跳变了 右下角这一个只是灯都亮了 我感觉这个盘大概率是可以轻松秒杀的 我们上机来验证一下 硬盘上机现在也没有任何反应啊 难道是我这个主控没有干好 我们先短接看一下它这一个芯片能不能识别到 OK 主控这边是可以读到的 证明这一个主控干的没有问题啊 我们来读一下它的ID ID一共有四个 并且也没有缺少 我们连TC3000看一下吧 先给它通电看一下状态 直接就绪了 我们访问一下看看 好的 在PC3000上面是可以访问到的 这个并不是联想啊 联想是Lanovo 这个是ThinkLike 所以请大家不要无端联想 不过这里报了一些坏块错误啊 估计这个坏块刚好是在固件区上 才导致这个电脑无法识别的 我们来看一下零散区能不能正常读取到 55AA已经出来了 看样子散区应该没问题 我们直接给它做一个镜像吧 我们打开这个分区看一下 分区这里可以访问一个NTFS的分区 直接做镜像 数据这边有190G 直接开始 可以看到 这一个数据也是非常的绿啊 速度稍微有点慢 但是不打紧 这个盘的主要故障 还是坏在主控这里 不过这已经被我轻松秒杀掉了 颜色的颜色的颜色 我这边有点颜色的颜色的颜色 也有点颜色的颜色的颜色